真的很感谢你们 也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然后我未来也会继续努力 不会让你失望 葡萄新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走秀 然后刚开始真的有点紧张 但是我很期待走秀 因为没有接触过 然后这次有机会 正好也是很开心 然后在舞台上 在T台上走的时候就觉得 真的感觉不一样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在跟对手对戏 跟导演沟通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和剧本小小的出入 比如说有的台词 可能我觉得李承鄞会这么说 更舒服一点 或者说我去这么尝试 可能会比原剧本 会更有一些点吧 会更有让观众觉得 很舒服很像这个人 对都会有所调整 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 大结局的那场戏 对因为那场戏真的 尤其又在那种敦煌的那种沙漠上面 然后那种荒凉感 然后那场戏又那么大的一个情感 还有激情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所以记忆游戏 我觉得可以延续这个最后我们这个结局 然后小枫并没有离开 然后他感觉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故事啊 然后就是并没有离开 其实他真的藏起来了 这种 然后继续往下发展 对因为他还没有播出 然后他也是一个 这种军人形象 军人题材的 我也特别喜欢这种角色 我其实现在很想尝试现代戏的 因为现在没有就是没有一个 完整的现代戏的形象带给大家 然后大家没有看到我的现代的样子 现代戏的样子 所以也希望有一些这样的作品 然后去让大家看到 陈兴旭还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都可以啊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 因为每一种角色 可能我去演起来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可能是我从三岁开始拍戏 到现在的积累过程吧 是我爸爸给我了两个名字 一个叫陈兴旭 一个叫陈兴旭 可能是宇宙的旭吧 然后让我自己去点 因为小嘛 就爬在那个桌 电脑桌上 然后就就点 应该是我点中了这个陈兴旭的名字 对 我比较喜欢九日弟弟 因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写字就是写的很 很开的那种 然后我会把陈兴 陈 写成耳东 然后兴就很正常 因为它是上下嘛 它就是正常 然后旭呢就是久和日 那自己写的时候就九日 对 然后就就很像自己小的时候的名字 这一次去迪士尼真的让我觉得啊 小的时候的童年又又变成了现实 让我当真的就是跟迪士尼朋友去拍照啊 去聊天 也不算聊天 他们也不能说话 但是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像在跟迪士尼 就是以前动画片里的那种记忆是一样的 很开心 初见 好下一题 下一题下一题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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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最喜欢的是这个 就是那个 我经常会发的这个 就是那个一排牙的那个 我喜欢做红烧肉 然后做一些就是可能南方菜比较多 像粤菜 因为我很喜欢吃粤菜 我会做一些这种能蒸的呀 这种东西啊 但做的好不好吃 就就定说了 去就是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对 就是我很害怕人人挤人的那种 我会选择去一些 就是自然保护区 或者说是那种 就是大山大河的地方 我想说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从不认识我 或者说通过东宫 通过李承鄞 了解到我的小星星们 真的很感谢你们 然后也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然后我未来也会继续努力 不会让你们失望 又画画 又画画 我觉得啊 这个最近的画工可能有所长进 我每一次大家让我画画的时候 从我只能会画动物 变慢慢的变成了 能现在画个人了 然后呢 以后可能我真的要在有新戏播之前 我一定要好好的去上一个美术班 好的 葡萄视频不吐不快 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请大家关注葡萄新歌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